韩丽等人身前的黑色磐石也不例外 很快就在黑焰的烧灼之下流淌一地 挡在三人身前的龟甲光盾死死抵住了黑焰 上面却同样是滋滋作响 冒起阵阵的烟雾 韩丽眉头紧锁 逼喝一声 三人身影立刻抽身而出 跃出了高墙之外 广场上已经再无黑石 只有黑焰汹涌冲撞着四周的围墙 发出阵阵轰鸣之声 上空同样升起了一朵黑色的蘑菇云 只是比之前大了数倍 与此同时 广场和围墙上铭刻着的各式符文 开始亮起了乌光 从中传出阵阵的奇特的波动 与黑焰互相冲底 一点点消磨黑焰的气势 直至将其消耗完毕 韩丽三人返回了石川空两人藏身之处 胡三立刻满脸疑惑地问道 哎 出了什么事啊 怎么闹出那么大动静 我们还以为是你们暴露了 正打算过去呢 韩丽摆了摆手 那边的环形建筑是一处演练场所 似乎是专门用来饰演灰界法宝的 石川空文言眉头一皱 那刚才那个 目光微宁 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用夜火制成的爆裂法宝 顺发之微不弱 对普通真仙境修饰 都能产生不小的危险 韩丽若有所思地说道 如此看来 那些粗矮一族 应该就是传闻中 极善志气的 我精一族了 石川空忽然想起一世 惊讶地开口 我精一族 之前看到古籍上记载过 这些家伙 不是数千年前就已经被灭族了吗 韩丽摇了摇头 看来灭族一世是假 被九幽族私藏起来 给自己炼制法宝是真的 白礼言听闻目光一闪 如此说来 那个传闻就是真的了 什么传闻 来此之前 我曾专门查阅过 关于九幽族的信息 对于其中有一个传闻 颇为在意 据说 修罗城里有一处 天然生旧的夜火提坑 每一个九幽族本族之人 自出生起 就要被放入夜火地坑中 接受洗礼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洗魂 石川空文言惊讶 这出生的幼儿 就放入夜火之中 这怎么可能呢 灰界修行之人 本就以煞气为生存之本 对于夜火的耐受程度 非我们可比 况且他们也不是 直接把婴儿 抛入夜火之中 而是令其在夜火附近生存 直至年满十二周岁 才会令真正地 进入夜火中 接受洗魂 能耐受者不死者 才有资格成为 真正的九幽族人 文言胡三 若有所思地开口说道 啊 怪不得九幽族人这么少 多得竟是些幽奴 刚才那院落里 就是曾经受过一股 极强的夜火气息 想来这夜火地坑 就在那院落下放 石川空听罢疑惑地问道 若是传言为真的话 那夜火地坑 应该在洗魂区内 怎么可能在罗生区呢 魔光文言笑着说道 这倒无虚奇怪 夜火地坑的大小形状 我们都不得而知 或许其本就贯穿 洗魂和罗生两区 韩丽这时候突然开口说道 也有可能是九幽族 为了炼制夜火法宝 故意开凿火道 将夜火引入罗生区 不管怎么说 我们可能都得 入地下一探究竟了 百里言文言眉头一挑 李道友 你是想通过夜火地坑 潜入洗魂区 嗯 不错 既然走地上 极有可能会惊动大罗存在 不如到地下去碰碰运气 石川空文言 脸上露出担忧之色 他对煞气侵体一事 尤为心忧 见着煞气具现出 夜火自然更加畏惧 这 早就听闻夜火凶险 我们又不是九幽族 当真要以身躯 穿过夜火吗 韩丽没有回答石川空 而是看向百里言 对于此事 百里道友应该最有体会了 不知 有何规避之法 想必诸位都知道 煞气和夜火 细出同源 只不过巨线不同 实际上就算同为夜火 天地生旧 与自身演化出来的 亦有不同 这地下夜火 似乎兼有烧灼之力 不仅外烤机表 同时灼神魂 肉体尚可用法宝防护 神魂 能动用的手段 就不多了 更多的 还是要靠各自的神魂 来强行抵御了 胡三听吧 感叹一声 这么说来 就是没有规避之法 只有强忍耐受了 百里言却摇了摇头 也不尽然 若是有入品的神魂仙气 倒是可以尝试趋用起来 以诸位联手之能 共同催动 或许能够保证 神魂无余啊 韩丽文言略以沉吟之后说道 我倒是 有这么一样宝物 可以拿出来 供大家一同去用 啊 说吧 韩丽 点指在自己眉心处 一道白色符文 当即从印堂处显现出来 与之伴随着的是 一股强大的神石之力 这正是 存于他十海中的 御风镇神符 这股力量十分奇特 只笼罩在方寸之地 却令胡三等人 纷纷色变 白脸健壮 脸上神色有些复杂难明 开口问道 丽道友啊 你这等强大神石 莫不是已经将练神术 修炼到第五重了 不错 白丽道友 你且看看 这御风镇神符 可否作为庇护神魂的仙气呢 韩丽的神石之力 实在是太过强大 以至于在场众人 忘记了查看神符 反而都把注意力 放在他神石方面 经他提醒之后 众人才纷纷醒悟过来 白里岩查看之后 看向韩丽 有些担忧地说道 此宝本就不凡 假之你本身神石足够强大 在大家联手催动之下 应该不会有太多问题 就是不知道 地下情况如何 胡三文言 双目瞇了瞇 提议说道 我倒有个提议啊 不如我等假扮成九幽族人 进入地下如何 石川公听闻 醋眉摇头 不妥 这九幽族气息独特 岂是我等能随意假扮的 若是被当场拆穿 岂不是自投罗网 寻常之法 当然是不行啊 可若有这个东西 那就未必了 说话之间 胡三手上光芒一闪 多出来数条毛色唇白的纤细胡尾 其上绒毛根根树立 泛着晶莹的光泽 看起来好似玉丝雪蓉一般 不过呀 其上传出的一股狐狸骚味 可就颇为浓重了 使得周围几个人 忍不住纷纷皱鼻子 石川公皱着眉头 仔细盯着看了片刻 忽然惊讶地开口 这是 玉霄胡尾 胡三颇有些自得地说道 嘿嘿 还是实凶实祸呀 不错 这的确是玉霄胡尾 还是我族中 一位太义前辈退下的胡尾 提前说好了 我这只是借用 完事之后 还是要归还的 百里颜薇薇一笑说道 玉霄胡尾 不仅是幻术秘宝 本身也带有迷惑之效 若是有此物的话 胡三道友先前说的 倒是可以尝试尝试 韩丽文言 盖棺定论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行动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 胡三将玉霄胡尾 分发给众人 又将使用之法 讲了一遍 于是众人纷纷 忍受着强烈的骚气 变换了身形 结果催动 磁宝变换之后 那股子骚气 却同时消失无踪了 由于魔光 和百里颜身上的气息 本就达到了太乙境之上 故而 他们两个人幻化成了 真正的九幽族人 而韩丽三人呢 则幻化作了三名幽奴 低眉顺眼地 跟在他们身后 说话间 几人皆不在 掩藏身形 直接掠空而起 朝着之前那处 环形建筑飞落而去 院落之内 几名窩精族人 正在查看之前 爆炸留下的痕迹 为首之人 频频点头 似乎对这次的威力 颇为满意 眼见韩丽等人 从高空中降落而下 悬空一尺 停在他们身前 本就低矮的窩族人呢 不得不仰头 朝上望着 恭敬施礼 恭迎两位大人 百里颜和魔光 只是默然点点头 谁都没说话 那几名 窩精族人健壮 额头冷汗直流 一时间也不敢说话 广场上一片寂静 就在白里颜忍不住 要开口之际 那为首的窩精族人 主动开口告罪 还请大人恕罪 那两名真仙界贼子 痴痴不肯配合 以至于这夜火煞雷的试验 直至今日才完成 还尚未能大规模炼制 不过请大人放心 最多再有三日 就能赶制出一批出来 威力绝对符合大人要求 韩丽等人门炎心中皆是一动 白里颜不动声色地吩咐 下去看看 是 窝青族人忙答应一声 走在前面带路 剩余的几个人呢 则跟在韩丽的身后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